首先我想讲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在明天早上,正是星期四7.00am, 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7pm会有一个颁奖, 这个奖项是被全部香港人 在上年他们有参与抗争运动, 这奖项叫freedom award, 香港有位抗争者叫罗冠聪 Nathan Law 曾很短时间做过立法会议员, 最细进去立法会亦被DQ了, 其实他讲几个钟后会有个speech, 大家香港人可能不是很关注这些海外发生的事, 但一定其实现在我觉得最紧要的事, 就是关注海外为香港人发声的不同组织, 这个freedom award是freedom house即是自由之家, 是美国政府一个非政府组织, 但那个funding是来自美国政府的, 其实最主要是可以说一个奖项是给一些世界不同地方, 是受到逼迫的人有不同类型的奖项, 香港人在去年的逃犯条例修订到, 现在我们国安法来了, 好像连讲话都不敢的情形下, 我觉得是一个绝大的鼓舞, 我就很期待今晚7点钟freedom award, freedom award就是自由的奖项, 我想看Nathan有些甚麽讲, 不是只是给刘冠冲, 这是给几百万香港人付出了很多汗水血汗和牺牲, 他们是值得去鼓舞和我们二百几三百万, 我相信起码有三百万的人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而出来, 或者发过声,我想至少, 另一件事就是在97回归前后, 有个统计讲有三四十万人离开香港, 我相信在今次国安法之下可能数字是double, 即是说如果有三四十万人是因为97这个事件离开, 八九十年代今次是因为国安法叫党安法来到, 我相信起码有多一倍的人, 即是说六至八十万人可能会离开香港, 而这些就是香港所谓的精英会走, CNN亦在星期二昨日有个feature出来, 讲几代香港人, 本来香港是一个避难港, 避难是避开共产党而来的一个地方, 但去到这一刻香港人就是离开, 找尽不同方法离开香港, 香港已经是一个逃亡港, 很悲一件事就是早三个星期前大家都知道, 在西贡对出的水域有十二个香港人, 被所谓Chinese Coast Guard大陆水警, 我中文译做,因为CNN译是Chinese Coast Guard捉了, 还说分闻究竟它在哪裏捉呢, 在果州群岛里面是一些所谓快艇这些抗争者, 他们是等着一个接艇, 而当中是否为何theory都是, 其实在香港的水域范围以内有国家的艇进来, 其实就好像7.21事件即元朗那样, 突然间无影视份, 这是其中一个theory, 跟着越港执法越过了中国的jurisdiction, 不是中国的海域, 这个根据说法这不是一个国际海域, 但很可能在香港自己本身有点像那时 他带了林荣基回去大陆五年前, 林荣基现在是台湾, 有点像另外里波事件, 也有点像那个在Four Seasons的赵建华, 赵建华是共产党的白手套, 他听说被人落了麻醉入, 坐着轮椅盖着面, 现在都不知道他去哪, 这些全部在香港上演, 所以这十二位人士在哪上岸西贡布代沃河哪点, 不过不是重要, 就是究竟为何现在拉了之后, 他不可以与外界有接触呢, 你见到华大妈说这些人在搞国家分裂, 是好笑的, 他是讲, 如果你当他是逃入中国的水满范围裡面, 他回大陆而已, 那怎搞国家分裂呢, 其实他是想反驳, 早上几天前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 还有另外他们有个发言人都讲过很关注这十二个人, 香港因为国安法之下我知道, 如果这件事未有国安法, 香港人的反应应该更大, 刚刚这个weekend那十二位的家属蒙着面来讲话, 我便觉得欲言又止有些少少很多苦冲, 这个我想都要大家值得关注, 还有如果没有外国的声音, 我觉得更加惨, 我觉得那十二位人士, 你落到来香港短期内的机会真是很少, 我们只可以是更加要去, 我相信外国的声音会很重要, 因为中共说这个是关注不关人家事, 其实现在是讲人权, 你见到他们是可以变另一个刘晓波, 他可以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 华大妈讲的东西不重要, 因为这些人他家的小孩如果没有记错是美国读书, 这些人是洗脑的, 这些战狼讲的话无资论也无获利, 所以不用理, 最后我想讲有些人说香港现在都无什麽好做, 我想大家想一想, 因为最近跟了一些startups去谈, 现在在市场上都多少人想去学的就是一些coding, 怎样去写programming, 由小过几岁到大人都是, 有一个programming language叫python, P-Y-T-H-O-N, 学识了python你可能用七八十个钟去学这件事, 学完之后又可以去教一些小孩, 譬如我用一个简单的business model来讲, 如果你去找个personal trainer, 健身那些一个钟一对一, 名字800元一个钟, 你学python也是, 当然是有一个投资, 你已经识认programming language, 有些人当它是part time job去做, 当它每个钟有些家长愿意给500元一个钟, 学两个钟便是1000元, 我讲讲那个导师, 当然你要识这件事, 如果在一个weekend去教四节每节两个钟, 有四个学生就讲4000元, 一个月就16000元, 都是一个不错的part time job, 如果你有programming skill, 你说我是律师, 一个钟都4000元一个钟, 但你不是律师, 你去读一个80个钟的programming language, 然后你有少少我们叫side hustle, 一个叫斜斗一軸, 其实我觉得都几不错,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心, 我会在我的英文频道, 叫ad chin channel, ad chin e d c h i n, channel那裡我会讲详尽些, 等不同的人去想想出路, 因为如果有出路下一站会更容易, 特别是一些流亡的抗争者, 有时出路都是一个问题, 我再讲一次就是programming language, 你听起来都很闷, 我们其实那些东西认识了几十年, 由三四十年前我们读所谓econometrics, 你都是用一些程式去推算一些东西出来, 到对中基金讲mechanical trading, 现在叫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实都是讲差不多那类的东西, 但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去进修自己的学识, python是其中一样, 其他都有很多不同skill set,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 台湾都有五位抗争者去到, 我知道有一位好有心的传媒工作者, 他就爆了料, 他说他有协助五位抗争者去到台湾, 去到之后现在都未可以去公开个身份, 这件事其实是敏感的, 你知道现在中国和台湾是有个政治博弈, 香港,台湾就见到香港这麽例, 绝对大部份台湾人不信一国两制, 这五个人港府也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快点还这五个人来, 现在他犯了法, 这十二个人都犯了法, 分裂国家罪, 那就叫他回来, 但大家都知道上年的自由之下, 二百几万人出来是什麽呢, 是为了争取一个公平选举制度, 我觉得如果港府说是这样做, 如果亦有我想另外一些人流亡去台湾, 是否应该要通缉这些人, 现在是玩外交层面的事, 这个港版国安法见到美国国务卿出这些statement 很关注香港抗争者, 是否他要传一些秘密警察去到美国 捉唐贝尔去北京受审, 放入监狱这很震惊, 其实是个humanitarian crisis, 到最后我想回转头讲一讲, 今晚7时星期三晚, 是今晚的美国时间7点钟, 早上星期四香港7点, 怎样去看这件事, 你想去Freedom House的Facebook page, 它会有连接你按下去, 要是pre-register的, 你要先登记, 你进去Freedom House的Facebook page, 自由资家那裡要pre-register, 你要给个email他, 为何呢? 他们很关注就是有些黑客入侵, 你整个的event变成了, 如果你被人hack了就很麻烦, 我就会很期待香港时间星期四早上7点, 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7点, 去看罗冠聪的演讲, 更加紧要是美国政府支持香港人, 去年的自由之下, 亦不是one off的事, 因为这个抗争是在延续着, 多谢大家